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上次有提到說 必須要注意到 每一個個人的這個人格塑造 其實有三個至少有三個原因 包括先天啦 後天的這個教育跟環境啦 但是我想無論如何 我認為我認為 談到這個問題 我們希望採用這個主體心理學的 這個所強調的觀點 那就是我們應該每一個人都要去開發 而且必須要來凸顯自己的 這個內在所具備的一個主體能動性 就是說自己想要做什麼樣的人 一定要自己去選擇去判斷去努力去塑造 而不是都推圍鬼給這個先天的秉賦 或者是我們後天的教育環境 那就此而言 我要在這邊給你們做一點補充 這個是我們引用幾段 我認為對我實在是受益良多 也給我很多啟發的 換句話說 每個人真的他都可以做他自己的主人 而做自己主人的方式不是任性 而是你真心的去反省 而且努力去超越 所以我們這邊引用了一段這個英國 漢密爾頓的一段話 我想這些都可以帶給我們一些省思 他說心靈是他自己的殿堂 但是他也可以成為地獄中的天堂 也可以成為天堂中的地獄 所以歸根究底 你要你的心是天堂還是地獄 那你要在天堂中 你感覺到你的心受困於地獄 或者是你明明受困於地獄 但是你的心卻要去創造天堂 這實際上是每個人自己可以去扪心自問 去自我探尋跟追求的答案 所以你是什麼樣的人 真的歸根究底 那個鑰匙是在你的手上 而且去塑造他的力量也在你的手上 所以每個人都是自己靈魂的雕刻師 也是你的心靈的打造者 你應該要自己去負責這個責任 所以我下面又引用一段 蠻有意思的一位心理學家 這是一位奧地利的心理學家 他後來也創造了所謂第三維也納學派 那麼他開創了所謂的異議治療法 就因為他自己曾經有過非常慘烈的經驗 顯然他是個猶太人 因為他住過集中營 那各位都知道集中營是非常可怕的地方 可怕到比起賈府 這個類比實在是很奇怪 為什麼呢 因為有同學或者是有很多的讀者認為 趙英年會變成那麼樣的卑劣 就是因為他的身分很低賤啊 這是封建一個非常不道德的一種 階級區分底下的產物 所以他是一個這個被侮辱與被損害者 然後用來開脫跟解釋他的性格成因 但是我的想法完全不是這樣 賈府比寫集中營實在是好上異背吧 異背吧 異兆背吧 那麼所以一個人要成為什麼樣子 真的是要扪心自問 各位請看這位心理學家 住到了這個納粹集中營這麼慘烈的地方 那麼最後終於倖存 這個這當然是老天有眼 倖存之後他重新反省 以及善用他自己非常在行的一個心理分析 然後去挖掘人內在的意義 他領悟到一個道理 所以他才開創出所謂的意義治療法 就是人存在要怎麼樣去定義你的人生價值 那有哪些方式 你可以去塑造你有意義的人生 那這個就是他來幫助很多人 來解除他心裡的一些困境 那人活著當然都很辛苦 但是這個辛苦是要由自己努力 從裡面去尋找出價值 所以這位我們翻成那個富朗克 那麼這位奧地利心理學家 他最後的一個可以說 他的一個學說的論證的一個歸結的核心 就在於他認為事實上人是沒有自由的 因為住過集中營都知道 那個簡直不用講 你們看過一點點片片段段的紀錄片 都該知道 被抓進集中營的人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真的是剝光你的衣服 把你的頭髮全部剃光 然後像一大批的牲畜一樣 然後用這個熱水去沖洗 那個當然就這當然反過來也證明 牲畜的待遇是非常可憐的 這是不人道的 可是用在人身上 那這種不人道是我們 我們作為同類的人類最容易感觸到的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在裡面哪裡有任何自由 你的一切全部被践踏 被粉碎 然後最後你連你的生命 當然都會在一個非常悲慘的情況當中被剝奪 而在這種情況底下 富朗克他告訴我們 不 人還是可以擁有自由的 所以那個自由是什麼呢 也可以說就是你最後的自由 也可以說你真正的自由都一樣 歸根究底就是你可以選擇你的態度 你可以選擇你的立場 這就是你的心靈 真正可以擁有的自由 那所以最後你把這個選擇你的態度 選擇你的立場的這一個權力給放棄 然後去歸諸環境的不公 然後去歸諸這個周圍的這個惡劣 我覺得那真的是在推卸責任 所以這段話我非常希望來跟你們分享 所以因此就因為人還有這個心靈的自由 那麼所以你就會發現 不同的人他就會表現出不同的樣態 即使在同樣的條件之下 所以遭遇同樣的打擊 有的人選擇的是絕望 而有的人選擇的是希望 所以我們可以再度參照 在歐洲中世紀有過一段非常有名的一個詩句 那個詩句翻譯過來大約意思是說 在同一個監獄裡 兩個官在同一個這個囚室裡的囚犯 他們從同一個窗口望向外界 一個看到的是滿天的星塵 一個看到的是滿地的泥泥 其實意思就是如此 為什麼在同樣的絕境裡 有的人還是看到閃爍的星星 有的人卻覺得這個世界污秽 彌令 彬下 只有彌令在讓我們陷落 這個最後其實就還是在我們的心靈 所以我希望我們透過這個富蘭克的這段話 我們大家來互相鼓勵 然後互相要求自己 事實上你推卸責任跟歸咎環境 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那只是讓自己變成這個環境的奴隸 你是你的主人 只有作為一個主人 你事實上擁有這個最根本的自由 所以林黛玉要一直固執的偏頗的 用一個主觀的弱者來看待自己 這個是我們必須尊重 可是我們實在並不贊同 同樣的趙姨娘要那麼的卑劣 也不要歸咎於姨娘的身分 那你就是那種人 你在那個環境底下可以不必這個樣子 所以我想這個富蘭克的話呢 給大家作為參考 那當然他更積極的告訴我們 怎麼樣可以在一個沒有希望 沒有自由的這種絕境當中 我們可是還是可以繼續更積極的去創造意義 所以總而言之他在他的自傳裡面 就提供了三個說法 三個積極的作為 我把他整理成一個表格 這樣你們看起來會比較清楚 所以下面請各位看一下我們的螢幕 他提到我們可以透過三種可能性 來尋找生命的意義 第一種就是創造的價值 就是你要去創造 那麼什麼叫創造的價值呢 就是包括說你做一件事 然後去成就一種創新 那這個就是在實踐當中 然後在人文的世界裡面 你去開創新的可能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人可以確定 也是我們一般人都可以認知到的一種 存在的價值 但是人的價值不是只有這一種 所以也不必這樣努力去競爭 然後要跟古往今來的人對抗 那這也是另外一種壓力 我們還有另外一種所謂的這個 創造生命意義的可能性 那麼第二種就是經驗的價值 就是從經驗當中可以去累積 我們生命的意義 那什麼叫經驗的價值呢 那就是最重要的就是 人與人之間的相會與相愛 所以你好好愛一個人 你好好愛這個世界 然後你好好地跟你周圍的人 有非常美好的一種互動的經驗 然後在你的回憶當中呢 充滿的是燦爛的笑容 你感受到一種人跟人之間友善的溫情 這個說實在就會讓你的存在也變得有意義 所以我們珍惜人跟人之間的這一種原法 其實重點還是在成就自己存在的意義的 真的 所以那絕對不是相願 那這個當然就是我們可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點點滴滴去累積的 那麼當然還有第三種 其實也就是富朗克剛剛所說的 我們終究或者是最後 或者是我們唯一可以擁有的自由 那就是你可以來確立你的面對人生 面對世界的一種態度 那所以這個態度的價值是指什麼呢 請注意 我覺得這個恐怕對我們所有人來講 是最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面對無法改變的命運 如果你能做到這一點 你事實上你的生命也會擁有價值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我們一般人最容易忽略的 像剛剛說的所謂創造的價值啦 經驗的價值啦 這個我們大家都已經是非常能夠認識到的部分 唯獨這個第三種 我覺得是我們現代積極營營於在現實世界的人 最容易忽略的一點 所以當你能夠好好的面對 你沒有辦法改變的命運的時候 其實你就擁有了生命的意義 你創造的是一種態度的價值 這就是呼籲富朗克他在歷經集中營之後 那麼在他的這個專業訓練底下 結合他的人生體驗 那麼所告訴我們的一個很珍貴的道理 真的你可以選擇你的態度 你可以選擇看這個世界的眼光 遙控器在你的手上 為什麼你只選擇那一台 有那麼多那麼多豐富的世界 那麼多光明燦爛 那麼多其實是創造的 引領你往前走的那幾台 你為什麼不去看他 所以你要悲情 你要什麼那沒有辦法 那就表示說這就是你決定 最後你不要說是這一台影響我的 不是 你是你選擇讓他影響你 我覺得這一點是我們一定要認識到的一個道理 所以呼應我們之前所說的這個主體能動性 這些我們都聯繫打通 一起呢請各位要來注意這一點 所以呢我想我們看小說中的人物 其實也是在看待我們自己 那我透過這樣的一個說明 只是要請大家同時也來思考我們人生的問題 那小說中的人物因為受限於他的時代 也受限於我們作者 為他們所設定的一個藝術框架 那當然我們的工作不是在要求他們 而是真正的如實的客觀的去認識他們 但是在認識他們的同時呢 請要記得實事求是 不需要過分的為他們一味開脫 也不需要過分的一味的替他們張揚 我們其實就是好好的認識他所在的背景 然後他們如何在那個背景下 去展演他們生命的各種意義 那這個就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然而我們了解人物事實上是為了 讓我們的生命也更豐富更有意義 所以這些創造的價值各位就可以來參考 那當然了這些部分呢 我們在《紅肉夢》當中 事實上也可以幫助我們用不同的這個原則 或者是不同的一個判準 來幫助我們了解他們 所以這個也都是讓各位可以多得一些 這個論述跟評價的工具 那了解到這一點之後呢 下面其實我們應該要進入的是一個人物總論 因為我想這也是《紅肉夢》最為大家所喜愛 也最津津樂道 大概恐怕也是論辯上面可以最激烈的一個場域 但是在具體進入到個別人物之前 我們當然會有一個人物總論 但是在人物總論之前 我們還要有一個很特殊的小單元 這個小單元是我們攫取《紅肉夢》當中呢 大概是200年來引發最多的爭議 也有最多的論戰 那些論戰呢使得清末的文人們呢 談起《紅肉夢》來 一個是這個勇猜派 一個是勇代派 兩個人談起話來一語不合 幾乎要保以對方老權 你就知道這個爭論是非常的激烈 那這個現象當然至今有存對不對 好 我想歷久明星 那麼為了避免這個問題 而同時呢拆帶的這個褒貶問題 其實延伸起來 它也可以是《紅肉夢》中人物評論的現象 背後呢的一個總體的反應 就是說我們為什麼會這樣的勇猜 為什麼會這樣的勇代 其實我們背後呢是不是有一些心理上面的原因 以至於我們這麼強烈的去投入 對這個人物的認同跟支持跟或者反對 那所以這個現象運用在拆帶之外的人物 同樣這個心理是那個心理的元素 跟心理運作的模式其實是相通的 所以我們現在的這個小單元呢 標題是易拆洋帶現象的一個心理分析 那這個心理分析其實也是要讓各位呢 先準備好做一個有自覺的讀者 而不是順著一個呢一般的本能 然後呢去閱讀《紅肉夢》 我想《紅肉夢》值得你好好努力 以自覺的以更高的一個這個學問來支撐 然後呢才能進入到它更深邃的世界 所以我對這個現象做了一些分析 滿有意思的 讓我們更清楚的知道 原來我們在閱讀過程當中很不自覺的受到一些 本能的潛意識的或者是外在環境的若干主流 價值觀的干擾跟主導 而這麼一來呢我們可能對《紅肉夢》的認識 就會產生一些偏差 那這些心理現象呢我把它分成四點 這個是我思考過很多年 我一直在想為什麼有這些現象 不管你是喜歡或討厭小說中的這個人物 而背後有沒有一些原理是我們不自覺在運作 可是卻凌駕於我們的理性之上 而因此我們的評論就顯得其實又是隔靴搔癢 那這個呢我們要跟各位做一點簡單的分析 那首先呢我們就先請各位要包含 因為呢我用意差洋代 這基本上是反映紅學人物論的一個主流 那麼當然也有人是洋差異帶 這個是也有 就是喜歡薛寶釵不喜歡林黛玉的人 當然都有 不過我想呢好像是異差洋代是比較多的 而且呢那個情緒也特別的濃烈 所以呢就先允許我用這樣的一個現象 來作為概述 其實它包含各式各樣很強烈的情緒反應 跟很尖銳的這個價值判斷 但是呢我想不管它表現出來是哪一種形態 我們要追尋的是呢背後它的心理因素是什麼 那所以呢我想我們還是用意差洋代比較好說啦 因為畢竟林黛玉他的塑造手法 我們之前提到過他讓我們更容易呢 即使不喜歡他不認同他 但是也不見得會對他呢產生防範 那這個當然都是有原因的 所以呢我們就先用這個現象來作為切入點 那第一個呢各位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呢 我們已經之前隱約涉及到的 就是我們很容易呢 讀者在閱讀過程當中呢對於主角 特別是敘事所聚焦的那個主軸 那麼會進行投射跟認同 就是說畢竟紅龍夢的主角是賈寶玉 我們就很容易呢順著他的眼光來看世界 所以會以他的好物為好物 所以他喜歡的人我們當然就比較容易喜歡 而沒有抗拒 他不喜歡的人呢我們也很容易 就順著這樣一個不喜歡的 就產生了一個比較負面的心理 但是呢這個恐怕呢 就是我們讀者必須要自覺的 我們不自覺的受到這樣的一個投射 跟認同心理的影響 所以我們的古人也早就已經注意到這個現象 所以真的不要以為我們的古人很笨 他比我們聰明的多 而且比我們有學問的多 那只是呢也許他的這個 整個知識的發展跟現代人不一樣而已 可是我想如果到了現代他可能比我們更有成就 這個是我們一定要有的一個認識 那所以各位請看下面我們引述了兩段 洪學的評論 第一個就是趙之謙 我們之前引述過的 他說啊 紅龍夢這是眾人所著言者呢 都是一個林黛玉 他覺得這實在太奇怪了 從有這部書開始流傳之後啊 那麼也從有看此書者以後 那麼揭若一律 就是他發現到說大家聚焦的對象 我們比較這個重視 跟我們比較熱烈的討論的對象 都是林黛玉 他就覺得這實在是罪屬怪事 為什麼呢 為什麼紅龍夢中人物那麼多 那簡直是五彩繽紛 讓我們看到人性的多元 為什麼我們卻偏偏獨孤一味 那麼鍾情於一 那這個到底是為什麼 那趙之謙呢 當然他就有他自己的一個解釋 所以你看他也是在第一個 先自覺到這個現象 而自覺到這個現象就不容易 因為我們的讀者 一般就是順其自然的讀就好嘛 然後討論起來 你贊同我的意見 我們兩個就沆瀣一氣 不是 我們就志同道合 那如果我們兩個意見不同 或者吵架 或者批評 或者互相要揮權以對 那大概我們一般的反應 就是在這種本能跟情緒底下去進行 但是好的讀者 他要懂得抽離出來 去觀察他所在的這個世界是什麼狀態 注意到這個狀態之後呢 在試圖去尋找他的原因 然後他的原因就是認為 他說想了半天 漁護大悟約 他終於忽然領悟到說原來如此 因為人人皆賈寶玉 故人人愛臨待遇 好 有道理吧 因為我們就是對主角認同嘛 不自覺的認同 本來就是由他帶領我們 去貫穿這個全書史末 我們當然就很容易以他為中心 那結果這麼一來人人都變成了賈寶玉 於是呢也因此人人就跟著賈寶玉 而愛臨待遇 我覺得這個解釋實在太好了 雖然他不是用分析性的語言 但是呢他真的是絕發出 這樣的一個潛在的心理 而這個潛在的心理真的非常頑強 而從我們開始讀書開始恐怕就會受到 這樣的一個心理的影響 所以這個趙之鑫的說法實在是太精彩 那麼因此呢在這樣的背景底下呢 那我們就要進一步來思考一個問題 賈寶玉所愛的就一定是最好的嗎 賈寶玉所不喜歡的人就一定是不好嗎 這個我們上一次已經提到過了 未必盡然 因為愛情本來其實就是一個非理性的因素 他事實上會發生 他會甚至那麼的強烈 會讓人生死已知 那其實都是一種非常盲目的超越理性的一種 不能夠解讀的因素所造成 所以你愛一個人真的不是計算過的 因為他不是理性運作的結果 也因此他未必就是客觀世界裡面最好的 他甚至不一定是最適合你的 真的因為愛跟婚姻 我們以前講過這是兩回事 你愛上一個人 可是你不一定能夠跟他共度一生 所以這麼一來 你用愛一個人作為判斷人物的一個準則 這恐怕就大有問題 因此這個二知道人 這個是洪學評論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物 他就提到一件一個想法 我覺得這個想法非常精確 而且他真的告訴我們 我們讀者都忽略很多的問題 賈寶玉之所以會愛林黛玉 真的不是因為林黛玉比較好 是有別的原因 而在我們上學期的單元裡面 事實上有提到過 他之所以愛林黛玉 是因為他們從小有青梅竹馬 非常長期的情感累積跟生活倫理的一個加強 然後才形成這樣的一個不可或缺 而因此非常強韌的一種情感堅持 這個跟薛寶釵的這個關係 當然就大有不同 所以你不能因為他喜歡林黛玉 就判斷說林黛玉就是賈寶玉所肯定的最高價值 那麼這個是大有問題的 所以各位請看二之道人怎麼說 他說人見寶黛之情意纏綿 於是就獲以黛玉為金差之冠 但是不是這樣的 寶玉是最愛林黛玉 但是林黛玉未必就是金差之冠 那下面請繼續往下看 他說可是這些人不知道 寶黛之所以鍾情者 無非同眠同時良小無猜 以致成人的 所以才會愈加親密 那是有時間跟生活 點點滴滴累積起來的深度跟厚度 這個當然就是變成了對方 彼此都是不可或缺的原因 所以他說要不然的話寶釵也是角色 那麼難道以他的角色 其實就不能夠轉移寶玉的感情嗎 當然會 只是因為寶釵所欠缺的 是跟寶玉這樣子的所謂同時同年 青梅竹馬的漫長時間累積起來的深厚感情 這個是寶釵最欠缺的 可是這不表示寶釵本身他有其他的問題 所以他說今而知啊 我現在就知道了 一往情生者其所由來者見你 那麼若早見金差不在乎是 意思就是說什麼叫一往情生 寶玉對待遇當然一往情生 可是他的一往情生是其所由來見你 就是逐漸累積有一個漫長的過程 這個是他們真正會一往情生的原因 不是因為對方在客觀評價上面的 都是五顆星 當然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如果我們要早見 早見就是平早跟見別高下的那個意思 要品評高下 你如果要品評這些眾多金差們 恐怕不要用這個標準 那麼標準不能夠用賈寶玉的感情來做判斷 那我想這個是給我們很大的啟發 真的要了解一個人真的太難了 那麼他為什麼會這樣 背後有許多的原因 你如果不逐步推敲的話 一概而論那麼抽象去談 那結果到最後就是扁平化 而且就會變得非常的粗糙 那這個是我們要跟各位分享 那麼下面我們做一點補充 其實這段話我們以前也都跟各位 這個介紹過 就是評點金評梅不只如此 他甚至是中國評點學以來 大概是最傑出的一位評點家 就是張竹波 那各位你們都知道 賈寶玉他的這個標準跟眼光 不見得就能夠作為一個客觀的判準 那麼因為張竹波透過金評梅讀法 來告訴我們說 各位讀者不要忘記 你們你看官啊 不要誤看了西門慶的金評梅 不知呢這個其實是作者的金評梅 所以寶玉喜歡誰是一回事 但是曹雪芹怎麼評論他筆下的金差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這兩者之間是不能畫上等號的 可是直到現在 我們還是有很多人 第一個以賈寶玉的情感趨向為標準 然後因此作為評價金差們的這個依據 這已經是第一層恐怕是範疇謬誤 第二個把賈寶玉當作是曹雪芹的代言人 所以把賈寶玉的判斷 當成是曹雪芹的判斷 然後變成整個紅樓夢的判斷 這恐怕又是更嚴重的 第二層次的一個範疇的這個混淆 那所以我們下面補充一段知厭哉的話 知厭哉他這段話其實在提醒我們說 請各位注意賈寶玉是一個虛構的人物 他當然不等於現實世界的作者曹雪芹 這完全是兩回事 所以知厭哉就這麼說 他說按此書中寫一寶玉對不對 這個書中是寫一個寶玉沒有錯 但是其以寶玉之為人 是我被於書中見而知有此人 十位牧臣親讀者 換翻成白話文 意思是說寶玉這個人啊 是我們喔 連這些人根本都是曹雪芹很親密的親人或朋友 他們都說曹雪芹筆下的這個賈寶玉 是我們透過曹雪芹的宏玉才知道有這樣的一個人 我們實際上從來沒有親眼見過的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寶玉根本是一個虛構的人物 他就算有帶有很濃厚的曹雪芹的自鑽色彩 可是我們已經強調過很多次 那麼那些自鑽的材料早就已經轉化成為 另外一套藝術法則底下的一個成分 他服從的是呢 跟曹雪芹的家世背景無關的一個創作法則 所以他當然會被改頭幻滅 而且會幻發出完全不同的意義 那你因此如果做了這一個小說人物 與作者的一個等同上的混淆 這當然是一個重大的謬誤 所以各位請注意 知驗哉已經清楚告訴你 對 我們這部小說中可以看到 我們很多曹家的 我家的 我們這一類人物的一個共同的集體經驗 但是那只不過是來自現實的若觀極光片語 他並不是這部小說的全部 所以同樣的連賈寶玉都是 我們從來沒見過的人 那你就可想而知 怎麼可以把賈寶玉跟曹雪芹 完全畫上等號呢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研究 就是有了這個問題 他把這個《紅樓夢》中的一些現象 就直接用曹雪芹的這個超家的背景啦 或者是他們家世的什麼人物的一個經歷 來加以解讀 這事實上都是非常有問題的 我想我們喜愛《紅樓夢》的人 應該要尊重而且要理解 《紅樓夢》是一部獨立自足的 完整的藝術作品 所有的意義都得在文本中去尋找 那作者的方面當然可以幫助我們 提供給我們一些資訊 他也有輔助性的功能 但是不可以宣兵奪主 更不可以主從顛倒 這個是我們一定要意識到的問題 所以再回到拆帶這個平價的問題 我們同樣要跟各位再介紹一下 就是Princeton教授普安迪先生 他也有類似的感受 他說一般的市民讀者對《紅樓夢》的理解 事實上真的是流於簡單化 他們或是迷戀於二欲的奇緣 對不對 從前身到今世 那當然非常的令人炫目 非常令人的感慨萬分 可是這個其實是很吸引人的一項 但是他只是小說中的一部分 我們繼續念下去 他說這些市民讀者 流於簡單化的理解是 或者迷戀於二欲的奇緣 或是痛罵封建社會對有情人的不平 也就是說很多人基於本書的自傳性質 而誤以為賈寶玉只代表作者自身的本相 他說這是錯的 殊不知即使是自傳體 但是他還是一個虛構作品 而這一種自傳體的虛構作品 也常常有作者內省自己往事的反奉意味 他事實上是真實在自我譴責 在自我懺悔 那所以他絕對不是為了 要來宣揚自己的某些被當時所否定的價值 然後故作這個諷刺 絕對不是如此 而這個現象我們現在很常見 所以呢我們先看普安迪先生的一個說法之後呢 我下面是我的話啦 我真的要提醒你們 因為我看太多這樣的說法 就是說有很多人 來 有很多認為呢 這個小說當中存在著一種 所謂的包中扁跟扁中包的這個筆法 那什麼叫做包中扁呢 意思就是說你們看小說中在描述某個人 有很多的優點 然後給予他很大的讚美 但是這些評論者或讀者就會宣稱 這些手法其實是包中扁 表面上是在讚美這個人物 其實是在貶低他 然後相對的也創造出一個 扁中包的一個詮釋方式 就會說你看他好像是在貶低這些人物 可是其實是在讚美他 好 那這種說法當然獨立來看是沒有問題的啦 本來文學作品就可以有很多解讀方式 當然本身也會有理外 等於說表理不合的這種反諷 這個當然都有 問題是你把扁中包跟包中扁 放在紅樓夢人物評論當中的時候呢 我就注意到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真的非常奇怪 就是你注意一下 當這些評論者在說曹雪芹 現在做的是包中扁的做法的時候 請注意他們呢都是用在哪些人物上呢 有沒有注意到 當他說曹雪芹描寫這一段話 其實是對這個人物的包中扁 你會注意一下喔 檢查一下這些評論者的用法 所謂的包中扁呢 都是集中在寶釵、襲人、涉月 大概都是這一類人身上 這不就太有趣了嗎 這三個人確實在紅樓夢當中常被讚美對不對 但是你看我們的評論者不願意接受這個讚美 他認為曹雪芹絕對不可能讚美這樣的人 既然我很討厭他 曹雪芹怎麼會讚美他呢 那就是包中扁 最終還是要怎麼樣 強調他們是一個負面人物 他們認為作者還是在貶低他們 那至於扁中包都是用在誰身上 你們就可以想像得出來了吧 都是林黛玉或者是秦文對不對 那或者是反正就是那一些感覺上 比較離經叛道的人 然後他們就會宣稱曹月芹呢 在對這些人做一些比較負面的描述的時候 在批評他們的時候 其實是在貶中包 所以最後他還是要堅持認為 我喜歡的人作者一定最後還是要讚美他們的 這樣了解嗎 可是怎麼會有這麼清楚的二分法呢 這個二分法究竟是誰建立出來的 顯然是現代的批評者對不對 那作者是不是這樣子誰 我們沒有人知道 但是這個現象是這麼樣的精畏分明 顯然這背後有一個二分的一個意識形態 在主導 那麼真的是這樣嗎 回到剛剛普安迪先生所說的 他說自傳體的虛構作品 也常常有作者內省自己往事的反諷意味 其實就是作者非常如實的表達出 他自愧自責的一個個人的懺悔 所以本來書中就可以包含如實表露的自我譴責 所以當我們作者說 寶玉這個什麼潦倒不通文章啊 什麼什麼之類 他是真的如實在做自我譴責 而不是在讚美說我們這種人是當時的失敗者 可是其實我們是什麼超越時代 未必這麼簡單 所以其中如果涉及到貶詞的話 我認為我們可以也應該把他視為就是直書其意 而不是正言若反的一種曲折的用法 所以包中扁 扁中包恐怕最後還是在一個 讀者主觀的好物上 那麼為了遷就這個主觀的好物呢 我們不惜說作者的褒貶都是要符合我們的一個這個判斷 好 所以我想我們盡量不要用這種黑白二分的方式 來看待人物的特質 當然人物究竟是什麼樣子 也許都真的是見仁見智 人文的東西本來就沒有絕對唯一的一個詮釋跟判斷 但是我們越能夠自覺的減少這樣的一個意識形態的影響 我想我們也許越能夠看到更多 那所以呢 所以再引一段清末明初的一位評點的 一位評點家他的評點意見就是野鶴 野鶴其實是比較將近明初了啦 民國初年 他在讀《紅樓夢》札記裡面就有提到 所以他乾脆提醒大家 讀《紅樓夢》第一不可有意變拆帶二人優劣 所以他認為讀《紅樓夢》之前 第一個你要先建立一個自覺的心態 就是不要急著把你的好物加進去 不要急著去評論誰好誰壞 這真的是一個很不好的習慣 我們都不夠了解 我們對對像都沒有下過功夫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為什麼你的好物要那樣子的一個 這個主導性的領先性的 就要來佔據你對這本小說的一個評論呢 所以真的好奇怪 我們為什麼要把自己的好物看得那麼的重要 而都不好好要求自己 好好的檢查自己 我們下過功夫了嗎 你真的苦心去了解他們了嗎 那了解應該是先於好物判斷才對吧 我們了解不夠 為什麼要去判斷人家的優劣呢 我想這個都是我們人性 真的是人性 每個人都有的人性的一個很自然的反應 但是人活著不就是要超越人性嗎 這是一部電影裡面 奧斯卡影后就是凱撒林赫本的經典台詞 真的他認為人存在的理由 人為什麼活著就是要超越人性 那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努力的原因 所以他下面就引述一些話 他覺得這些拆帶優劣真的非常的無聊 他說有的人說代優憨昧有之 雅虐不過結席 若寶釵呢處處作偉 雖然說是魂厚 這個就不是志勤 所以這個呢就是代優比較高 那麼薛寶釵比較低下 那麼另一派呢就說代優啊小有才 可惜啊未聞君子之大道 一味的碾酸潑醋 這個是棚門小家行徑 那麼像寶釵就不一樣了 他步履端詳 省情入世 顏色顏才均不在代優之下 所以寶釵比較高 代優呢就比較低下 結果以後就很生氣說都是笑話 然後呢他說你們做這種說法的人呢 就不是能夠真正讀《紅龍夢》的人 所以做事說者不管是哪一種說法 不管是陽差或者是陽代都一樣 都不都非能真讀《紅龍夢》 所以我想這些是我在很多的 這個評點意見裡面很難得找到的 真的好像比較是從一個理性的角度 來要求自己 要求讀者 那因此呢非常樂於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真的我們的好物是非常不重要的一件事 真的因為誰都有好物 而好物受限於個人的有限性 他往往真的都會是片面的 為什麼要把這個片面的東西膨脹成為真理 憑怎麼你一個人的好物可以變成真理 這實在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可是每個人都非常自以為是 所以呢 所以我想怎麼讀書 其實也就是在考驗我們怎麼做人 所以我很樂於把這樣的一個閱讀心態 來跟大家分享 那因此當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 想要批評誰的時候就先想一想 我們真的瞭解他了嗎 假如不夠瞭解 那麼我們最好就閉上嘴巴 因為批評別人太容易 要傷害別人太容易 可是我們真的有這樣的權柄嗎 只因為我有好物 這實在是太奇怪了 好 所以這是我們分析 易猜揚帶現象的一個第一層的心理 就是說首先我們會透過賈寶玉的眼光去看 而這當然有問題 那麼如果進一步把賈寶玉等同於曹雪芹 這又是另外一個更大的問題 因此我們希望大家要知道 我們就是開放心胸 那麼先把自己的好物放在最後面最後面 甚至讓他不存在 然後這麼一來 我們不要把褒貶橫更胸中 這樣子就不會干擾我們對這個人物 讓他全面揽線他的全貌的可能性 那這個是跟各位分享 那麼第二個呢 為什麼我們會比較偏向於林黛玉 而比較不親近薛寶釵 那還有另外的理由 那就是我們人都是同情弱者 同情失敗者 這也是人性 所以各位我先跟你們引述一段 米蘭昆德拉的這個 我很喜歡的一段話 這個是在他的名作 就是生命中無法承受之輕裡面出現過的話 那麼這位很有思辨能力的一個小說家 實際上他背後有很雄厚的哲學背景 跟這個思考跟論辨的那個能力 而這是我們東方人真的比較缺乏的 那麼所以對這個現象其實並不難 可是我覺得他講得很好 請各位看一下我們的講義 他說每個人看事情的傾向 都是在強大之中看到有罪的人 而在弱小之中看到無辜的受害者 注意喔 他說的是每個人就是包括你我 這就是基本人性 我們每個人都逃不掉 可是只有想要超越人性的人 就會來省事跟檢查到這一點 而讓自己力圖避免 陷入到這樣的苛究之中 那麼我們也應該要警覺到這一點 真的只要有一個人在我們面前哭得梨花帶雨 我們好像就很容易接受他的委屈對不對 就覺得一定壞人是別人對不對 但是很多的人生經驗告訴我 以及我讀到的很多的這些相關的論證 跟各種精彩的人物呈現 我現在已經有一個高度的警覺 真的 越是表現出他的無奈跟可憐的人呢 他恐怕也只是一種策略的操作 那真的叫做巧言吝嗇 好 你們知道什麼叫巧言吝嗇嗎 就是話講得很動聽 臉色裝得很和善 可是一點都不真誠 但是當他在巧言吝嗇的時候 你根本不會看到他不真誠知道嗎 所以你就會騙過去 所以後來損失慘重 所以真的 當一個人在裝可憐 好 對不起我加上個裝字 你們一聽就知道 可是真正的那樣的裝可憐在你面前 你其實是看不出來的 所以太多的經驗 以及我們警示到人性 有這樣的一個傾向的時候 不只是為了現實的得失 感覺 注意 感覺常常是騙人的 所以你要讓這個虛幻的騙人的那個蒙蔽 盡量讓他揭開 然後如實去看待這個世間 所以也許有一個人現在哭得很傷心 而且他現在傷痕累累 但是事實上他可能是罪魁禍首 知道意思嗎 你看到的只是現在這一個片段 前面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你並不知道 所以你怎麼可以用一瞬間 來判斷一個人的醫生 你怎麼可以用你現在只看到了這個面向 你就來論定誰有罪 誰無辜 這個都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心理反應 但是會讓我們誤入歧途 所以米蘭昆德拉這段話 我們先做一個總綱來作為說明 結果這麼一來 來 我們來看看 早就在我們非常優秀的古人的心靈裡面 到已經都清楚認識到這一點 所以我下面比較跳躍式的啦 但是這是刻意安排的 就是我們引述文心雕龍的一段話 那文心雕龍是中國最偉大的一個文學批評著作 知嚴謹 知有系統 知深刻 恐怕到現在我們所有的學者 都還未必能夠窮救他的底蘊 那麼其中就有一段話 完全已經掌握到人性的這樣的弱點 他說俗情異陽 就是我們就是一般人 俗情就是一般人的情感情緒反應 會有異陽 就是會有褒貶 會有這個好壞等等的判斷 然後結果這個判斷竟然是雷同一響 什麼意思 就是怎麼大家都一樣 對這個人我們就強烈的支持 對那個我們就強烈的反對 然後都是在某一種情境底下 有這麼高度的人云亦云的趨向出現 結果呢 就在這種情況底下 如果放在文學作品的評價上 我們就可以看到你看遂令文帝 魏文帝就是曹丕啦 他以未尊剪裁 而陳斯王 斯王就是曹職 那麼曹職就以誓鞣異駕 他說這個未為賭論也 意思是說放在文學批評上也一樣 你看人性的弱點那麼處處皆然 於是曹丕因為當上了皇帝有了權力 那麼明明他的文學成就 事實上恐怕比曹職更高 可是呢大家對他卻不懷好意對不對 給他的評論通常就給他降格 因為我們就是不喜歡這個人 那明明曹職呢 他真的有一些性格上面的缺點 那他的文學成就當然很高啦 否則不會被謝寧韻讚美為才高 八斗 對不對 但是他事實上真的從文學的角度來判斷 他未必會勝過曹丕 這個當然都可以討論 可是劉協的意思在告訴你說 可是就因為曹職後來不是有什麼七步詩 然後最後很淒慘的死去 然後那樣子的悠長 未積 人生那麼的痛苦 還有一個優美動人的落神父 我們是把所有的同情跟讚美 都丟到他身上去了對不對 這個叫做以事窘議價 就是因為他的處境非常窘迫 這麼一來呢我們的同情心發動了 我們的砝碼呢就比較多的 就壓在他那一邊 於是他的歷史評價就因此被抬高 但是這是客觀的嗎 不是 所以劉協告訴你們說 即使應該要以客觀為終極標準的文學批評家 他們大部分都擺脫不掉這樣的人性弱點 所以才會俗情異陽雷同異響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多麼可怕 我們被我們所不知道的那種基本人性給操縱 而不自知 於是我們一輩子可能都在追逐著感覺的泡沫 而沒有真正認識到泡沫底下 那個恆頂不變的真理 這就是我一直感覺到非常可怕的地方 那所以把文青亮的這段話 如果用在紅樓墨的人物評價上 也就是拆帶褒貶的這個現象上 也同樣有這個現象 俗情異陽雷同異響同時存在 請看這個夏志欣先生的這段話 我們以前引述過 那麼這時候以這個單元我們再複習一遍 他就說由於讀者一般都是同情失敗者 所以傳統的中國文學批評 一概將待遇情文的高尚 與寶采習人的所謂的虛偽圓滑金魚事故作為對照 尤其對待遇充滿讚美與同情 於是在這樣雷同一響的情況底下 除了少數有眼力的人之外 無論是傳統的評論家或是當代的評論家 都將寶采與黛玉放在一起 然後去進行不利於前者 也就是黛玉的 對不起不利於前者 就不利於薛寶采的比較 那麼他認為這透顯出來的 是一種本能上的對於感覺 而非對於理智的偏愛 真的 理智是要千錘百列 是要自覺的很努力去追尋 才會得到的東西 順認本能的感覺太容易 所以每個人只要順著好物 我們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評論 但是我們真的要走這一條輕鬆的道路嗎 所以這個就是請各位要來認識到 原來在我們的內在 都存在著一種看事情的傾向 就是只要這個人是強大的 我們就要努力去找他的有罪對不對 那麼看到一個好像是一個弱勢的人 是一個失敗的人 我們就比較容易呢 在他其中看到無辜的受害者 但是事實上可能完全不是如此 一個強大的人他可能又正直 又有能力又努力 他為什麼不應該強大 一個呢 弱小的人 可能是因為他懶惰 不認真 我說的是可能 這些都是你要去考慮的各種可能性 所以不是這麼的簡單的 我們要如實的去看待 我們所面對到的這一個人物 那這是我們所分析的 第二個異差揚帶現象的這個心理因素 像這一個社會學家所分析的這個現象 這段話非常的有趣 所以我們可以一併來參考 這個是法國真的是最傑出 也可以說被視為 是第一位社會學家的這個土耳幹 他的一個分析 他說請看一下 他說在一般情況下 就是我們一般人在一般情況下 我們可能會容忍一些人類 通常都有的弱點跟缺陷 例如什麼呢 自私 軟弱 偏見 固執 好色 我們通常大概是可以忍耐 但是一旦這些弱點帶來了 甚至或僅僅只是伴隨了嚴重後果 不管是他帶來了嚴重後果 或者是伴隨嚴重後果 那人們往往就無法忍受容忍這樣的一個弱點 而且戲劇效果越好 藝術的感染力越強 越讓我們感覺到真實 那麼觀眾就越容易為這些 為這些情感所左右 也就越不容易理性 也不容易理性的體察和感受裁判者的視角 所以真的反而是一個越傑出的小說 它越容易激發我們讀者的非理性的意思啦 知道齁 所以在這一種強大的 對於共同體團結的情感和心理需求 會推動我們去發現 會尋找敵人 而且會去創造壞人 就是說當我們閱讀小說或者是戲劇 然後它的感染力很強 那於是呢小說中的那些 我們通常都會容忍的這些自私啦 缺陷啦等等 那麼就會讓我們不能忍受 於是我們就會去所謂的創造壞人 或者去發現敵人 好啦 我們如果用在《紅樓夢》的拆帶的一個現象上 我想這個呢就很可以用來說明 寶釵襲人這些人還有王夫人 為什麼會被視為寶帶之戀愛悲劇的 替罪羊的原因 就是明明這個跟他們無關 但是由於我們的讀者呢 被那種強大的戲劇效果所影響 我們不能忍受呢這個拆帶的悲劇這麼嚴重的後果 所以呢驅動著我們去發現敵人和創造壞人 所以我想呢讀者喔在為寶帶之戀而感到悲憤不捨 然後呢要尋求情感發泄時呢 我們就要真的要小心了 會不會因此就使得小說當中一些強大的人 可是他其實完全無辜 卻被我們的心理需要而被定罪為這個壞人 好我想這個就是我們各位也可以來參考的 真的我想做研究跟讀書非常有趣 他真的不只是單純的感覺到一種愉悅 或者是一種呢發泄好無情緒的快感 這個背後隱含太多對人性的深刻的多元的探索 那這個是我們對於這個第二項 這個閱讀心理的補充第三 這個我們上次也講過 就是呢我們的讀者 第一 一方面要讀小說 內在就有一個心理上的需求 那麼更何況呢 我們面對到拆帶這兩個不同的人物 那這一種心理呢又更加強烈的發動出來 那就是呢對面具恐懼的一種閱讀心理 那麼這一種上述夏之興先生所說的 這一種出於對就是本能所偏愛的感覺 其實呢也真的源於一種 透過閱讀小說以消解現實人際障礙的心理需求 所以我們比較容易不自覺的 傾向於接受理外透明的林黛玉 那麼所以下面這兩段話 一個是我的補充 一個是我們以前引述過的 佛斯特在小說面面觀裡面的名言 那麼佛斯特就已經告訴我們說 對於人們喜愛讀小說的原因 請注意我們需要一種比較不接近美學 而比較接近心理學的答案 這我們之前講過 讀小說當然快樂啦 情節波蘭起伏 曲折跌宕 引人入社 那麼那些人物呢也讓我們又愛又恨 所以我們喜歡讀小說 但是佛斯特真的很清楚的告訴你 不是 從心理學而言 我們喜歡讀小說另有原因 所以請看下面的說法 因為我們在現實世界的存在狀態中 會面臨到一個重大的問題 這個恐怕糾纏我們一生 他說人類的交往看起來總像負著一抹鬼影 我們不能互相瞭解 最多只能做粗淺或泛泛之交 即使我們願意 也無法對別人推心致負 我們所謂的親密關係 也不過是過眼煙雲 完全的相互瞭解只是幻想 但是我們可以完全的瞭解小說人物 除了閱讀的一般樂趣外 我們在小說裡也為人生中 相互瞭解的蒙昧不明找到了補償 所以這是一種心理補償作用 所以我們讀小說基本上就是在消解 先放下我們人跟人之間的種種猜訪 然後我們可以稍微鬆懈下來 終於感覺到我可以全心全意的託付 跟全心全意的信賴 但是這種心理也會干擾我們 對小說人物的正確判斷 所以說曹也晴請看上面第一項 他對於林黛霧的一個塑造手法 假設說是一個所謂探照解剖式的 以至於人物裡外是敞亮明晰一覽無遺 那麼相對而言塑造寶釵的手法 就比較是投影掃描式的 因為他是投影一定是從外在一個投影 而且比較是單一角度的投影 那你掃描到的都只是一個外觀 所以我們說他是一種外聚焦的敘事角度 然後自始至終都比較少 著墨於寶釵的心理活動 所以這麼一來在應用 佛斯特所說的這個道理那就更容易啦 讀小說本來就是為了要解消 我們現實之間人跟人之間的採訪 那因此我們當然比較傾向於 能夠有效幫助這個心理補償 加以落實的林黛霧 這樣懂意思了 所以我想這個是真的人太有趣了 我們做很多事情都是很自然而然 可是背後其實有很多很深奧的道理存在 然後所以我們再來談第四項 等一下會給你們下課 那麼還有第四個原因 這是我苦思很多年 我一直在想為什麼 為什麼賈寶玉林黛玉 被我們現代的讀者如此之張揚 而且張揚的一個角度都說 他們是所謂反封建反傳統的叛逆者 甚至是革命先鋒 是超越時代的這個領航人 類似這樣的標籤都往往貼在他們身上 可是為什麼呢 他們真的有做到這樣的程度嗎 或者是他們有做到 但是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去做到 這個都是要非常仔細去檢驗的 而不能夠這麼簡單化的 就給他這麼一個大的帽子戴上去 所以我想了很多年 我終於明白一個道理 這事實上也是可以說 對我們這個時代的反省 真的我們活在一個時空之中 很不自覺的就會受到 這個時代的價值觀的影響而不自知 但是這個時代的價值觀 既然叫做時代價值觀 它其實就是受限於這個特定歷史時空而產生的 它就是有限的 甚至有可能是偏頗的 那麼這麼一來 我們要與這個經過百年前 劇烈變動之後的這個現代世界 用我們這樣的一個世界的價值觀 去理解200多年前的一個小說作品 會不會就有很劇烈的隔閡而不自知 那於是我們就很輕易地用我們現代跟過去 那真的是180度完全不同的一個世界觀 來加以判斷 那這中間是不是就有很大的問題 那於是我想了很久 我想確實存在 那以至於我們沒有好好仔細 檢驗小說中的種種細節 而一個小說家最偉大的地方 就在於他能夠在細節的地方去建構人物 越優秀的小說家 越能夠在細節裡面去活生生呈現 這個人物的光彩 那麼所以西方有一句諺語說得好 魔鬼就藏在細節裡 對不對 可是我們面對的是一個 我們都公認的偉大小說家 為什麼我們對那麼多的細節都視而不見 而只片面地選擇性地找到一些相關段落 而支持的又都是我們現代人所信仰的價值 這不是一個很值得反省的問題嗎 好 那麼我們現在就回到第四項這邊來 就是我們的現代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時代 真的 仔細去思考 我們跟過去的傳統幾乎是完全斷裂的 那個斷裂是我們身在現代其中 而不能夠察覺的地方 所以這中間的斷裂 只要我們一旦意識到它的天差地別 甚至會感到驚心動魄 差別這麼大 我們如何真正去了解 《紅龍夢》這部小說到底要教我們什麼 何況 何況 即便沒有這麼大的一個文化的斷裂 跟傳統的一個分解 人跟人之間本來就存在著很大的差距 所以法國有一位哲學家說得好 他說人跟人之間的距離 比起人跟類人之間的距離還要來得遠 是真的 所以你以為我們現在共享同一個時空環境 我們甚至在同一個教育的群體裡面 好像我們都有比較相近的教育背景 因此我們好像距離就比較近 錯了 我們之間的距離恐怕跟 我們跟最早發源出人類的 那個類人緣的距離還要來得遠 換句話說我跟那個類人緣說不定更接近 更能夠互相了解 那這個是很無奈很感慨 但是真的是真知灼見 那要怎麼樣打破這樣子的距離 然後讓我們可以真正稍微的接近對方 那真的要耗費很大的努力 我覺得不要把紅樓夢當成一般的 羅曼史來看待 因為這真的是對他的貶低 但是我們的讀者很常常的不自覺的 就把他當作是一個Romance來看待 那這個也可以單純的就作為一個讀者 他的日常休閒 這個我們百分之百尊重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想好好了解 紅樓夢的偉大究竟在哪裡 可能呢作為一個讀者就要自我要求了 所以呢我們的自我要求 現在就是要來好好的檢驗 我們到底處在一個跟過去有多麼巨大的 不同的一個時空環境 而我們所孕育的價值觀 有沒有可能因此而強烈的干擾 我們對於這個過去文本的認識 所以第四項我的歸類就是很嚴重 應該說不是很嚴重 而是說很明顯 很這個強烈的一個原因就是 現代讀者是身處於個人主義盛行 而且個人主義不但盛行 他還獨獨的受到遵從的 這樣的一個社會主流當中 真的個人主義盛行就算了 他卻被往往拿來當做 是最絕對的一個價值 那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社會運作 就以這樣的一個標準 作為呢這個努力的方向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背景底下呢 所孕育出來的讀者 我們也很因此容易傾向於認同 小說當中比較不受束縛的角色 好像只要不受束縛 就比較投合我們的價值觀 我們就覺得這樣的人 我們開始就把什麼勇氣啦 反傳統啦 什麼什麼這些標籤就貼上去了 可是這樣是合理的嗎 來看看弗洛姆 他有另外一段 我覺得也給我很大的啟發的話 弗洛姆不只是寫愛的藝術而已 知道嗎 然後呢 我們來看看他對現代社會的許多的反省 其中有一段話就是說 真的每一個社會 每一個社會包括現代的台灣 包括古代的比如說湖南 或者是中世紀的歐洲 任何一個社會都一樣 那麼作為人的群體 他都會排斥某些思想和感情 使之不被思考 就是這個社會主動會孕育出一種共通的價值觀 以至於他們排斥也不去思考某些思想跟價值 那麼也因此那些被排斥的思想和感情呢 不但不被思考 他也不被感覺 我們不要去感覺那樣的東西 也不去表達那樣的東西 因此有些事物我們不但是不做 我們甚至呢也都不去想對吧 那好的就在這一點上面我們暫停下來 大家來想一想 在這個個人主義呢 被這樣子的極力推崇的一個環境之下 我們到底不願意去思考 不願意去感覺和表達的 不做也不想的那些思想和這個情感有哪些 很簡單 簡單說是不是就是禮教對不對 就是倫理這些大概就是我們覺得 哎呀倫理就是講人跟人之間嘛 那當然就是個束縛嘛 你就要去遷就別人嘛 那禮教更是什麼對個人的壓抑嘛 我們好像就很容易這樣子的 又是一個二分法 可是又是以這樣的方式去思考 只有這樣的思考 就讓我們排除掉這些剛剛說的這些東西 所以禮教的優點在哪裡 我們不去思考 我們根本一聽就反對 只要講到儒家就反對 我就遇過這樣的人 儒家 可是他根本沒讀過儒家的任何一段話 好奇怪 那為什麼會這樣 那所以呢 我們就來追蹤一下 為什麼我們現在會進入到這樣的狀況呢 我把我最近這幾年來 對這個問題的一點點思考 來讓大家分享一下 我不一定是對的 真的 我不一定是對的 但是我想也許這個背後真的有一些 我們百姓日用而不知 我們活在其中 那麼呼吸到肺裡面的那些東西 使得他變成不自覺的 我們所採用的一套這個意識形態 那就是追蹤逆跡 我們可以追溯到清末 那真的是一個劇烈變動的時代 那麼因為西方的船間泡利 加上他們的文化制度撲滅襲來 中國的一切相形失處 相形見處 然後相形就左之右處無法應付 結果在這樣的一個劇烈的衝擊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幾句非常重要的 具有標語性的一個話頭 而這樣的話語呢 很可以言簡意概的說明 我們這百年來文化制度 跟價值觀上面的根本性的變動 可以怎麼去切入 這就是清末譚四童 他在人學的這個字序裡面有提到 你看這個人學已經是寫於1896年 這個就是滿清末年的時刻 那個時候真的是即將要國破 民族要亡掉了 這麼樣一個劇烈的一個 充滿危機的世界 他們怎麼樣去面對這樣的一個局面 然後他用什麼樣的方式去面對 那結果導引出來的 就是後來大家所很熟悉的五四運動 所以你看譚四童在人學的秩序裡面 就高唱要衝絕倫常之網羅 你看倫常是中國簡直幾千年來 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一個最重要的根本 均均層層 復復子 他們認為天地之間一切宇宙的秩序 都是由此而建構出來的 結果呢 譚四童說我們現在的整個的 所謂知識人人的努力 就是要衝絕這個倫常之網羅 好吧 於是這麼一來跟倫常有關的一切 基本上就已經完全被反對 而且完全被唾棄 於是傳統整個中國的一個價值觀 跟他的所有的文化秩序 當然就面臨瓦解 這個是基本上已經瓦解到粉身碎骨的地步 於是也一路延續下來 民國初年的五四運動裡面 其中的代表人物胡適先生 他就也是昂然宣稱我們要重新固定一切價值 那什麼叫做重新固定一切價值呢 那就是我們過去整個中國傳統文化 全部要重新加以丈量 那這個的意思大家都知道 就是要全盤否定了 了解嗎 表面說是重新固定 其實就是要全部重新加以反對 所以整個五四時期 他是籠罩在全盤反傳統主義的 這個氛圍之下 那麼這是一位在美東這個非常名校學府 而進行歷史研究的一位漢學家 其實也是海外的華人 就是林玉生先生 他認為五四運動的特徵 以及他不平衡的地方 大概都是環繞在兩個基點上面來談的 那麼那兩個基點是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激烈的反傳統思想 也就是對中國傳統社會與文化 全面而整體性的反抗運動 這就是他認為五四運動的 最根本的幾個核心之一 那麼於是第二個 當然在這個運動的影響之下 也產生了對西方文化很特殊的態度 那麼對於這個西方文化特殊的態度 其實最主要當然就是接受一些什麼 民主自由的思想啦 然後當然也會對於他們所謂的那個 受到生物學的這個演化論 而產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一個 這個意識形態 那麼這個都是他們當時吸收過來 其實是很重要的幾個部分 那這中間還有很複雜的辯證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去談 可是各位就要注意了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一方面反對既有的東西 而且是全盤否定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那麼我們所吸收的西方思想 主要又在哪裡呢 那麼如果回到我們所分析的 這個個人主義的話 那麼這中間我們可以聚焦 很小的一部分來談 因為我們這邊所談的都是大問題 是文化非常大的問題 我們實在是有一點不自量力啦 那麼但是沒有辦法 我們要追蹤這個脈絡 只能夠簡單先提到這一些 那麼回到對於西方文化和 很特殊的態度呢 那麼其中一個就是接受 他們的所謂的個人主義 那麼於是當然跟反傳統啊 然後這個所謂的充絕倫常之網羅啦 這個就剛好可以互相搭配 那麼於是呢 我們就接受了個人主義 可是這個個人主義是一個移植過來的 而又在已經完全失掉 我們既有的文化支撐的狀況底下 他又會被發展出什麼樣子呢 那這就是民初以來非常動盪 然後整個社會很紛擾的一個原因之一 因為他不在我們的土壤上升巴出來 結果呢又以他很特殊的西方背景 而產生出來的一個價值觀 卻又被這樣子的一個極端的支持跟運用 那這個問題就非常的大 那麼對這樣的一個現象 西方人自己也有在反省 因為西方在殖民主義之下 他們一方面是一個 恆征掠奪的一個征服者 可是呢我想他們的思想家 也同樣在面對這個現象也在進行反省 那麼其中我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們引述過他的話的 就是法國的哲學家路易杜蒙 他們自己也在檢討西方所採生出來的個人主義 是不是也有他的問題 尤其是他作為別的文化的標準的時候 是不是問題更大 那麼所以呢請看簡單的這一段話 他認為西方近代的個人主義的崛起 事實上是不可以用來取代其他社會本身的思想範疇 也就是說西方有他們的歷史脈絡 所以產生了個人主義 事實上呢本身產生個人主義的這個團體 他們自己也面臨到個人主義的問題 更何況如果把這樣的個人主義呢 運用到其他的這個社會 就會產生更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呢 他認為西方近代所孕育出來的 所崛起的個人主義 他的思想是預設了自由跟平等的概念 那麼但是很多的學者都已經觀察到的 西方這樣的近代文明跟其他的文明和文化 是根本不同的 因為個人主義呢 他充斥了一種唯明論的思想 那什麼叫唯明論 這個都要靠哲學訓練才能夠理解 總而言之唯明論的意思就是說 他認為所謂的共向是假的 是不存在的 那麼你們對哲學還有興趣的人 可以再多去理解 總而言之就是說只有具體的個別的 那麼所謂共通的這個共向這些原理 他們不承認 不承認的結果就是說 我們沒有一個共同可以遵守的一種 一種價值或者是一種信念 那麼除非是對所有的人的生活秩序有益的 但是對於所謂的價值 他們不認為有這樣一個共向的問題 所以下面鍍蒙說唯明論他充斥在個人主義的 這個思想中 可是這一種唯明論他是只承認個體的存在 而不承認關係的存在 他只承認個別要素 而不承認這個所謂的要素組群 就是說他不承認群體 不承認共同的這個彼此構成的那個關係 所以說他認為唯明論根本可以說是 個人主義的另外一個名字 他根本就是個人主義的一體的兩面 那簡單說 假如我們只請各位很簡單的看到這一段話 一時之間不了解沒有關係 可是我們看其中的幾個簡單的描述 大概就可以知道所謂的個人主義 基本上就是只承認個體 不承認關係的存在 可是關係不就是構成倫常的核心嗎 君君臣臣 君臣父子夫妻有沒有 這些長幼等等 所以對這一套個人主義一旦進到中國來 剛好就跟所謂的衝絕倫常之網羅完全合拍 一方面我們不要承認這些既有的東西 二方面剛好西方提供的就是這樣的一種思考 於是整個過去的這麼多年以來 就在我們的思想價值觀上面產生幾乎是斷裂性的 而且完全無法再銜接的一種巨大變化 那這麼一來很多的問題 不只是我們的生活方式不同 我們連頭腦裡面所認識到的 所想去追求的都完全不一樣 那於是這麼一來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對於我們閱讀紅樓夢 所產生的一個人物的情緒反應 那麼就更可以解釋 為什麼我們比較傾向於林黛玉 而比較不喜歡薛寶釵 因為薛寶釵是不是就是活在關係之中 活在倫常之中 可是林黛玉就感覺上是比較個人化一點 對不對 很多地方他可以很率性 然後不接受既有的群體的一個調節模式 所以這麼一來會不會在異差陽代的這個現象中 也存在著一種我們現代人活在個人主義之下 所引發的一個心理效應 那麼這些呢 我們都只是想要跟大家做一個分析 那試圖了解我們的評論背後 有沒有一個更深層的 包括我們所處的時代的原因 或者是人性的一般弱點的原因 那林林總總只是要希望大家知道 要做一個好的讀者 我們要做很多的努力 甚至要不斷的自我檢驗 那麼做了這樣一關功夫之後呢 我們先提供這四個可能性 那麼這個四個可能性呢 我認為是導致我們現在人物論的一個傾向 背後的重要原因 但是如果當我們有這個自覺之後 而盡量避免這些本能的 或者是外在文化價值觀的影響 而再重新好好的盡量客觀閱讀紅樓夢的話 我們也許看到的是會非常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在我的閱讀範圍裡面 我就發現到呢 開始現代人已經有一些學者 已經慢慢的在跳脫這百年來的各種限制 而慢慢對紅樓夢呢可以有一些不一樣的看法 那麼其中跟你們介紹一位是大陸學者 這個段江麗女士 從這個名字上就可以知道 那麼他這本作品裡面呢 有些地方所提供的一個看法 我覺得可以給我們剛好做一個參考 他在理髮與人情的這部作品裡面 跟紅樓夢有關的 而且我覺得值得參考的就是以下這一段 好 這個他涉及到的不多 但是我想很簡單的一兩頁 他提到的東西確實值得參考 他認為第一點非常有趣 請你們注意 來 各位翻到第二回好不好 就是賈語春 那麼這個暢談正邪兩副的那一段 就是跟著那個冷子欣演說榮國府的那一段 那麼這一段其實有非常多重要的訊息 可是我們的讀者只強調他的正邪兩副 而忘掉了 其實呢不只是正邪兩副的這一類人而已 所以呢請看三十一頁好不好 這個三十一頁明明很清楚的告訴我們說 他認為這個世界人物的禀負 那麼來自於正氣跟邪氣 然後呢他們在禀負這樣的一個正氣邪氣之後呢 落實到人文世界裡面來 那麼他們會做出怎樣正面跟負面的不同表現 好 不同的一種這個性格實踐 所以請各位先看 他明明設定的那個價值框架是非常清楚的 請看三十一頁 就在第二段 那麼子欣見他說的這樣重大 那麼就請教其端 那語春下面就有一段暢談 可是請你們注意這段暢談要根據什麼樣的基礎 才能夠表述出來呢 請看再往前面一行 就是這一頁的第二行最下面 下面這一段話請注意 若非多讀書世世 加以格物 置之格物之功 悟道參玄之力是不能之也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什麼意思 要認真看這一段嗎 表示賈與春自己是不是已經做到 多讀書世世能夠置之格物 還能夠悟道參玄 這是一個變相的間接的自我包講 知道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這是要告訴我們說 他下面所說的這一段話是非常重要的 是經過讀書世世 以及置之格物之功跟悟道參玄之力 才能得到的一個非常深刻的判斷 所以絕對不能夠輕忽 甚至因此也有學者認為 正面所表述的這一段正邪兩副 可以說是整部紅樓夢的思想綱領 所以這段話非常的重要 只是這個思想綱領 不只是在強調正邪兩副的先天特質而已 這個是我們很多人忽略的地方 那請各位要注意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多讀書世世跟能夠有置之格物之功 和悟道參玄之力所得到的一個 對於人性的高度認識是什麼呢 來 請看雨春說 天地生人除大人大惡兩種之外 愚者皆無大義 愚者就是像你我這樣的平凡人 沒有太大的差別 雖然我們的距離 比起我們跟類人緣的距離還要來得遠 但是實際上看在這整體的 宏觀的一個判斷之下 我們彼此之間他認為就是浮沉在 這個叫做中人 就是中間這一等面目模糊的群體 彼此可以互相待患 也不是缺之不可 所以這是中人他就完全不理會 所以告訴你們 曹永勤所關心的人不是我們平凡人 這個是很讓我感到傷心的 可是沒有關係 平凡人也有平凡人的幸福跟貢獻 對不對 這我們強調很多次 不然我們怎麼活下去 但是真的要認識到一點 曹永勤他關心的是一種很特殊的人格 所以下面他講一段這個正邪二氣 我等一下畫一個表格給你們看 因為這段話非常的其實不難 但是因為他涉及到很多的抽象名詞 尤其是一些人物訊息 所以可能一般同學就會很快的看過去 但是沒有好好把他做一個分析 我們現在簡單說一下 在講人物論之前這個一定要先認識 因為紅龍夢所關心 所塑造的那些人物群像 不是你我的一般人 這個我們先談 好 所以他說天地生人 除大人跟大惡這兩種之外 其他的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好 我們就先畫 他主要有這兩種人 那麼什麼叫做大人呢 他是應運而生 那這個運呢當然其實就是太平盛世的意識 就是說這個世界是在一個非常和諧 往正面的積極的方向去運作的狀況 所以他是應運而生 所以這種人呢不但有好的天賦 而且他受到的是好的一個客觀環境 所以先天後天 相輔相成 滑石相扶 然後才能夠造就大人者 所以你看他是應運而生 那大惡者呢他就是應結而生 所以很不幸 通常大惡者他所誕生的世界 也會是一個呢充滿劫難的一個災難的地獄 那麼在這樣的地獄當中 大惡者才會被鍛造出來 所以這是應結而生 好 然後呢我們繼續往下看 不只如此 重要的是什麼呢 他說運生世治 結生世為 所以基本上呢 他一定是活在一個盛世 智世之中 那麼應結而生的話呢 他大概就是會活在一個亂世 或者是一個末世的狀況 很重要 在一個世界即將要結束的一個災難的 毀滅性的狀態中 這個就是大惡者他面對到的一個客觀處境 然後呢所以下面他就一個一個舉例 各位要注意這些絕對不是空虛的話 不是呢用來什麼唐賽敷衍 回應一下儒家的那一種應付的話頭 絕對不是 請注意看 他說姚順羽湯 文武周少 那麼孔孟 董涵 還有各位特別注意周成張珠 他說這些都是應運而生 所以他們都是大忍者 那麼我為什麼特別提醒你們周成張珠 周成張珠是誰知道嗎 前面的姚順羽湯什麼這些你們都很熟悉了 反正講聖人一定都有他們的一席之地 但是呢這邊還加入哪一種人被視為大忍者 也就是對這個世界有大貢獻的人 什麼叫周成張珠 周是周敦儀 陳呢 陳昊 陳怡 那麼張呢 張仔 朱呢 朱熹 這些都是誰 宋代的理學家 理學家耶 理學家好奇怪 我們很多讀者不是一聽就反感了嗎 就是講什麼什麼二死四小 什麼師傑 師大 有沒有 然後他們就被罵死了 都是什麼殘害人性的筷子手啊 整天高談那些什麼什麼之類的啊 好奇怪啊 我們現在讀者討厭的人 是在《紅樓夢》中 被放入到大忍者的行列裡面的耶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所以那些認為《紅樓夢》是反對理教 反對宋明理學的人 恐怕這一點就是你不能自圓其說的矛盾所在 明明曹有情很清楚告訴你這些是大人 所以他怎麼可能會反對理學家 怎麼會反對理學呢 這樣你有懂意思嗎 這是第一點 繼續往下看 那麼像那些什麼吃油 貢工 節奏 史皇 王莽 曹操 環溫 安入山 秦快等就是硬捷而生 對這個行列的人們我們毫無意義對不對 我們好像沒有其他的意見 我們都同意了 好 現在往下看 好啦 大忍者就是修至天下 他們都是有大貢獻的人 那麼大惡者就會擾亂天下 好的 現在進一步來說 那什麼叫大忍者呢 就是他秉覆著一種清明靈袖的天地正氣 所以現在開始作者在告訴你 這些人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人 但是如果去追蹤他的成因 那麼先天條件是什麼 所以我們繼續往下畫 他的先天條件就告訴我們說 他們秉覆的一個是正氣 叫做清明靈袖之正氣 好 這就是這些大忍者 他們所帶有的一個先天的特質 那當然你先天沒這個特質 那你也沒成人的希望啦知道了嗎 好 那麼下面呢 那麼殘忍乖僻 這是天地之邪氣 這就是惡者之所秉覆的 好 這就是殘忍乖僻的邪氣 好 那麼瞭解到這一點之後呢 因為這兩種人他所秉覆的呢 都比較純粹 大忍者全部秉覆的都是清明靈袖之氣 然後又遇到這個制式 所以他就煥發出這麼一個 對人類有重大貢獻的這個大忍的形象 那麼這個大惡者就是先天後天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好 現在問題是 我們作者也不把他的敘事焦點放在這兩種人 因為這兩種人就沒什麼好說的嘛 對不對 好像也沒什麼敘事張力 那大忍者當然永遠都是好事 我們讀者大家也會看膩 大惡者我們看了也很煩 對不對 所以我們作者把眼光放在其中一類非常少數 很罕見的一種特殊性格 所以下面他才說啊 一段話我們就不必念了啦 他的意思就是說 所以當這個清明靈袖之正氣 他上次朝廷 下次朝野 就在全世界瀰漫 他像一個構成物質的一個根本要素 那麼他就能瀰漫這個天地之間 然後遇到合適的人他就會塑造去複形 然後成就一個具體的存在物 可是很不幸當他在彌漫世界的時候 有一些被這種治世的清明所壓抑住 而隱藏在什麼這個升溝大禍之中的人 的那種邪氣 因為他沒有機會出來 因為這是一個好的時代 所以他根本沒有表現的機會 然後就被壓抑在陰暗的什麼升溝大禍裡面 結果他也在仕途突圍 他也要尋求他的誕生 於是剛好有正氣通過 他也要突圍而出的時候很不湊巧 兩股氣就剛好碰在一起 然後就彼此周旋 彼此頑強的抵抗 但是這個抵抗又很微妙的帶動了矛盾統一 於是就變成了所謂的正邪二氣 就是你不讓我 我也不讓你 可是我也化解不了你 你也不能取消我 結果我們就構成一個聯生體 了解嗎 好 於是我們繼續往下看 在倒數第五行下面 他說所以這樣的一個矛盾統一 彼此是不能夠消解 然後不能夠一拍兩散 那麼這樣的一個矛盾統一的正邪兩氣 避至薄疾先發 然後才能夠把它消解掉 於是這個氣他一定要賦予人身上 然後才能夠去把它化解 於是他賦予的對象 就會形成很奇怪的一種正邪兩氣 所以下面倒數第四行說 使男女藕炳此氣而生者 在上則不能成仁仁君子 下也不能成大凶大惡 為什麼 因為他各有一半 所以我不純粹的大惡人 也不純粹的大惡 結果就是變成居中一個 無法歸類的特殊人格 好 那麼至於萬萬人之中 你會發現他擁有一半的大惡者的正氣 所以能夠充俊靈袖之氣 會超過萬萬人之上 但是他同時擁有另外一半的大惡者的邪氣 也會使他乖僻邪謬不盡人情 而這個又會在萬萬人之下 所以很特別的一種人 好 下面更重要的是一段話 是我們我所看到的論述裡面 幾乎沒有注意到的 所以我一定要跟你們提醒 這樣的一個正邪兩氣 這個正氣跟邪氣 請注意 我畫在中間好了 當他呢 這麼樣奇怪的構成一個矛盾統一之後 那麼復刑於人 那麼尋求一個化解的可能的時候 那麼背負正邪二氣者 他們又會變成什麼樣的人 很奇怪 他分成三種 這些話很重要 我們仔細的檢查 他說倒數第二行 如果這個正邪二氣 是生於公侯富貴之家 請注意 他已經很清楚的在告訴你說 正邪二氣只是一種先天禧婦 但是他還必須來到具體的人間市 然後這個正邪二氣受到後天環境的各種影響 然後才會造就出又有三種不同的表現形態 好 所以如果他是生於公侯富貴之家 那麼他就會變成情吃情種 好 那麼如果他生長的環境 請你們注意他都是正邪二氣 但是他不幸的他生在這個詩書清貧之族 那麼你們注意一下 詩書清貧之族跟公侯富貴之家比較起來 他缺乏了哪樣的東西 他比較被凸顯的一個特點在哪裡 主要是不是就是清貧 他沒有像公侯富貴之家一樣的經濟資本 但是他擁有詩書的教養 而詩書各位還記得薛寶釵的名言 那麼拿學問提著就不會流入世俗 對不對 所以這個詩書清貧之族呢 他所造就出來的正邪二氣之輩 他就會是所謂的義士高人 你看這個義士高人很特別啊 跟情吃情種是不一樣的 然後如果這個正邪二氣更不幸了 當他要去這個復刑於人的時候呢 竟然是找到的對象是那個博作寒門 那麼這邊我們就寫在這裡 如果他是生在博作寒門 換句話說他不但清貧嘛 而且他甚至也沒有受到詩書的教養 已經窮到沒辦法讀書 沒有辦法有任何文化的薰陶 那這個叫博作寒門 那麼如果是在這樣的環境底下呢 雖然你也有正邪二氣可是很不幸 你缺乏後天的這些條件的一個提升跟雕琢 那你就只剩下正邪二氣 那這樣的正邪二氣就會讓你變成其憂名昌 好 使得你有一種與生俱來 那麼不會被這個險惡的 骯髒的 粗淺的環境所收編的一種 誤傲的一種品格 但是你只是擁有這種不為環境收編的那一種 高度的這種孤傲 但是你還是不能夠成就為這個意識高人 也更不可能是情失情種 所以很特別喔 這個區分真的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他告訴我們單單只有先天秉賦 也只不過是具備你這個人物特質的一半的條件 還有另外一半要看後天 你在什麼樣的環境 你受到什麼樣子的教育 你受到什麼樣的要求 真正的人一定是先後天共同去塑造出來的 曹月琴絕不簡單 絕對不會說我只要正邪兩副 我就可以到哪裡都出類拔萃 哪有這種事情 那即使出類拔萃也有各種不同的型態 對吧 所以他就告訴你 不同的環境的出類拔萃會有不同的型態 以至於我們不能夠把情癡情種造字面想 當然而的去理解 我看過太多的文章 都把情癡情種理解為一般意義的痴情 了解嗎 可是這個不是 情癡情種是一個專有術語 很明顯在這個脈絡底下 他是在告訴你 千天的正邪兩氣再加上後天的公喉富貴之家 才能造就出來的一種獨特的人物類型 他不是一般意義的痴情 所以霍小玉很痴情對不對 你們讀過唐傳奇嗎 沒有 李娃聽過吧 或者是崔茵茵好不好 那麼這些人是都很痴情對不對 但是他不能夠叫做情癡情種 為什麼 因為他不符合曹雪芹的這個定義 瞭解嗎 如果我們要用曹雪芹的定義 那麼你就得要去接受曹雪芹 他自己是怎麼樣來建構他的一個人性觀 他的人性觀是這樣子建構出來的 所以你不能夠混淆 好的 這麼一來 我們各位同學就要特別注意一件事情 他下面舉了很多人物的例子 我們來舉幾個來參照一下就好 因為這中間有很多要討論的地方 我們現在沒有這個時間 我只提醒你們一件事情 來 請看這一頁的最後一行 他有提到 前代的許游 陶錢 阮吉 西康 你們連雞康也可以 那麼這幾個人物你們認為 照曹月芹自己的定義 他應該是哪一種人 當然是義勢高人嘛 對不對 陶月芹 那個誰 陶淵明啊 陶淵明不但這個公庚自讀 他甚至後來是不是還得去啟食對不對 他真的去要飯欸 你們知道嗎 所以要追尋自我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去做了 所以我們非常欽佩他 那翻過來三十二頁 來請看一下下面立刻提到的人物就很特別 王謝二族顧虎頭 顧虎頭就是顧凱之 他是那個江東的舊士族 朱章顧禄 所以也是世家大族出身 然後還有什麼 陶後祖 唐明皇 宋徽中 單單這幾個 你們認為他會是義勢高人嗎 你該不會告訴我唐玄宗是義勢高人吧 他更不會是騎幽名昌吧 是吧 所以他只能夠是什麼 情詩情種 因為他是在公侯富貴之家的 這個環境背景之下 那所以我們如果好好檢驗這一段話 釐清他所對應的他所分類的關鍵 那麼你就得知道 真的不要把情詩情種 當成是一般的痴情的一個人物來看待 這是很嚴重的混淆 然後呢 我們再來檢驗一下 紅樓夢裡面真正屬於其幽名昌的多嗎 沒有啊 最著名的一個應該就是靈觀嘛 靈觀畫牆 對不對 他當然也是很痴情 可是他不能歸類為情詩情種 對吧 所以各位一定要分析清楚 不要想當然了 然後混為一談 這是我目前非常常見的一個狀況 那麼所以呢 再往下看 紅樓夢中的異師高人好像也不多嘛 有誰呢 異師高人要出生於師叔清庭之族喔 對 真是 可是好像他比較接近這一個對不對 因為他是被視為相生相患啦 所以好像偏這一種 偏這一種 這個沒有問題 所以為什麼會遇到這個歸類上的問題 原因在於有沒有發現 紅樓夢裡面所描寫的主要的人物群落 其實都是出生公侯富貴之家 是不是假使王薛四大家族 對不對 所以紅樓夢所寫的是一個 上流社會貴幻階級的故事 所以整部紅樓夢基本上就是聚焦在這裡的 了解意思嗎 所以呢 為什麼我們有那麼多其他歸類的文明 像廟宇也很麻煩對不對 好 廟宇你看他用的又是 故宮博物院典藏籍的 好 那些茶杯什麼之類的 可是他又是什麼這個佛門中人 其實是出家戴法修行 那你說他是異式高人好像很像 可是他的背景好像也算是 公侯富貴之家對不對 所以王夫人才會說 他既是光幻小姐自然驕傲些 所以我們下鐵之請他 所以你就知道說原來這個具體分類上 我們會有這樣的為難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 紅樓夢真的他所最關心 他聚焦的對象是出生於公侯富貴之家 又秉覆著正邪二氣的這些情癡情種 好 那這麼一來 各位一定要好好澄清一件事情 當我們講情癡情種的時候 就不要一下子就從字面上望聞生意 就把他跟痴情相混淆 這完全是兩回事 所以杜時娘怒成百寶香 他固然很痴情 可是他不算情癡情種 他只能算什麼 齊憂名昌 如果用紅樓夢的標準去看的話 那辜負他的那個人固然是王孫公子 可是他那麼糟糕 你就可想而知 他是出生公侯富貴之家沒錯 可是他那麼無情 那樣的辜負一個好女孩 那顯然就是他沒有正邪兩父嘛 很簡單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賈蓮當然不算情癡情種 那就是他沒有正邪兩氣 所以我們講到這裡 主要的目的就是告訴大家 紅樓夢好關心的 他是一種非常特殊的人格型態 他是以一個特殊的先天禮婦 加上特殊的後天環境所造就出來的 那麼因此你不能夠 用一般的凡人標準去看待他 因為曹雪芹對我們平凡人沒有興趣 好不好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段江玲女士的這一段話 我們就可以來好好的參考一下 那麼作者也就是曹雪芹 他把理學家周成朱章 歸入大人的行列 可見他不像我們俗常人 所以為的那樣的凡理學 相反他完全接受理學家的人性論 以先天所秉之氣來解釋複雜的人性 那這段話當然不完全正確 因為曹雪芹所接受的這個人性論 也就是用所謂的氣論 來說明人格的先天的特質 事實上不是理學家的 是更早從先行以來就有 一直到漢代的那個企劃宇宙論 一路下來 甚至還包括醫家 醫家就是醫學方面 他們對人體構造那麼症跟病 就是你正常健康跟疾病 為什麼會產生這個差異的各種 跟氣有關的思考 事實上曹雪芹所繼承的是 淵遠流長的一套 跟氣有關的各個領域的一個總結經 所以不只是理學家而已 這段話我要做一點補充 那麼第二個倒是非常正確的 他說作者也就是曹雪芹利益甚高 他塑造賈寶玉這個形象 是為了探討 他所代表的一類的人的生命狀態 那一類的人就是跟他一樣 這種很特殊無法歸類的人物 然後呢他不是 他塑造賈寶玉並不是為了要反映 某時某地某朝某代的積極 或者是消極的思想意識 也就是說他塑造賈寶玉 不是為了什麼積極的要反傳統 當革命烈士 也不是為了什麼消極的 要去什麼支持傳統的 什麼倫常禮教不是曹雪芹根本不關心這些問題 他就是要好好的表現這種人 他到特別他的深奧 他的複雜究竟 以及他的迷人究竟在哪裡 所以無朝代年紀可考啦等等 他認為就是為了強調這一點 所以鑑於剛剛所說的兩點 那麼要強調的是 紅樓夢所審視的 是具有特殊性格的人 他在某種特殊環境之下的生命狀態 他的意義和價值是在於 對人性人情的探索 而不是簡單的反科舉 反封建 反婚姻制度 然後呢反這個封建文化體系 曹雪芹不是在做這種事 所以我們這一年下來 努力要再談的也是這個問題 真的 不要一天到晚 把我們的價值觀視為理所當然 而且把它變成為 衡量過去一切的唯一標準 只要過去符合我們的標準 那個文本就是經典 他就是有前瞻性 他就是進步的 哪有這種事情呢 每一個時代都有他的問題要面對 都有他的價值可以來彰顯 我們憑什麼老是用我們今天的個人主義 我們今天的民主思想 去做為過去文本的意義的唯一判準 好 這就是我一定要跟各位提醒的地方 所以朱熹 陳昊他們可以是大忍者 這才合乎曹雪芹所在的時代 他們所成就的人性價值 絕對不是你我 這些在個人主義中成長的人 所能夠望其向背 真的不要太自以為是 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毛病就在於 我們自以為是人類歷史的最進步的一個階段 所以過去都不如我們 哪有這種道理 我們唯一比過去進步的只有科技 其他沒有什麼是更進步的 甚至有很多地方是在退步 因為我們都不願意要求自己 好逸勿勞 人之常性 但是呢我們的環境助長我們這樣的一個人性 所以這真的是我們現在要思考的問題 好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認識之下 我們接下來就要來跟各位呢 進入到這個人物總論的部分 那麼這個人物總論的部分是這樣子的 因為它會涉及到一個表格 可是我知道時間已經不允許 好 我們時間所剩無多 所以我們也一樣在進入到這個人物總論 我們會給大家一個表格 那麼就是把重要的人物 以及他相關的特質 這個特質包括作者怎樣用一字 作為定評 很言簡意概的 作為一把了解這個人的鑰匙的 那個一個用字是什麼 以及他的代表花是什麼 我們會把它整合在一起給大家看 那由於時間的關係 這個我們只好留待下個學年才來進行 但是在做這些工作之前 我們要先讓大家理解到一件事 就是這個人物的總論 之所以要把那麼多彼此幾乎是完全不同的 那麼各有特色的女性整合在一起 我們首先一定還是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那這個心理準備 我們已經花了兩個單元來談 那現在要更具體 就是這些會被我們整合進來的 出生於公侯富貴之家的 或者是在公侯富貴之家生活 但是他出生貧困的等等這些人 他們到底各有各的什麼特色 作者所肯定的又各有什麼樣子的 一個人格的風采 那麼我們得要先建設一個基本的心態 那就是要用莊子的奇物論 來了解他 那這些人其實在作者的筆下 都一樣的可愛 一樣的有他們的這個內涵 所以假如我們透過古人的智慧跟胸襟 來幫助我們怎麼樣盡量的平等 看待這些人物在小說中的形象跟意義 我想我們整理的這個總表就會更有價值 因為這些總表不只是為了要形式上面 那麼造就一個完整 而是為了以一個複調的心態 我們承認這個世界是一個 許多的主旋律所共同編織出來的 這個世界不是只有單一的主旋律 其他的人物只是做合音 只是為了襯托你 讓你更動聽 只是一個配角 這個世界真相並非如此 所以這個世界真相是 你是這個世界的主角 我也是這個世界的主角 所以我們必須尊重每一個人 他都在湧嘆他的生命之歌 所以我們要遵循他的生命軌跡 來認識他所造就出來的 獨特的生命的色彩 那這麼一來 我們也才能夠盡量的 如實的了解他們 好